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想到什么 我们想要去依靠什么 我们想要去抓住什么 圣经时常鼓励我们说我们应当依靠神 神也借着很多的先知 很多优秀的基督徒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约华是我们的避难所 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在患难当中 在危机当中 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避难所当中 去寻找到那属于我们真正的平安 愿神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诗诗记第九章 四十六到五十七节 世间楼的人听见了 就堵入巴黎比利土庙的位所 有人告诉雅比米勒说 世间楼的人都聚在一处 雅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 就兜上撒门山 雅比米勒手拿斧子 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 对跟随他的人说 你们看我所行的 也当赶紧照样行 众人就各砍一枝 跟随雅比米勒 把树枝堆在猥琐的四围 放火烧了猥琐 以致世间楼的人都死了 男女约有一千 雅比米勒到提贝斯 向提贝斯安营 就攻取了那城 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 城里的众人 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 关上门上了楼顶 雅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 挨进楼门 要用火焚烧 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 抛在雅比米勒的头上 打破了她的脑骨 她就急忙喊叫拿她兵器的少年人 对她说 拔出你的刀来 杀了我吧 免得人议论我说 她为一个妇人所杀 于是少年人把她刺透 她就死了 以色列人见雅比米勒死了 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这样 神报应雅比米勒 向她父亲所行的恶 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 世间人的一切恶 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 耶路巴黎的儿子约坦的咒诅 归到他们身上了 今天的经文是 世诗纪九章四十六到五十七节 我们首先来看第四十六节的内容 在这里圣经说 世间楼的人听见了 就躲入八粒比利土庙的畏锁 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描写了这样的一段内容 世间人听见了这样的消息 他们就躲入了八粒比利土庙的畏锁当中 这个庙宇是什么呢 这个庙宇指的是八粒神庙 八粒是古代近东迦南地他们所崇拜的一位神士 换句话说 这就是一个偶像之庙 他们想要进入到八粒的庙中来寻求庇护 这个庙是什么样的一座庙呢 据考古学发现这座神庙是一座小城堡 这个建造的还比较的雄伟 相当于一座小城堡 庙的正面有两座高塔拱位墙后达到四公尺半 也就是大概15英尺这样的厚度 从这样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到 这是一个比较牢固 或者是比较能够给予我们安全感的一个堡垒 一个这样的一个避难所 当他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危机所发生的时候 他们选择来到这个八粒的庙中 危机来临的时候 百姓们所选择避难的方式是进入到偶像之庙 他们宁愿去抓住这个偶像 他们宁愿去抓住这个不靠谱的八粒偶像 他们也不愿意悔改在上帝的面前 他们也不愿意去依靠上帝 上帝的能力 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救赎 他们见过 他们也经历过 但他们却不愿意去依靠上帝 却去依靠了偶像 最终造成的结果 当然是失败的结果 我们通过世间人 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需要反思我们自己 也可以看到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危机来临的时候 我们想要依靠什么 我们会说我们要依靠我们自己 靠着我们自己去度过患 但很多时候 我们连我们自己也是靠不住的 比如说这无形的病毒 我们靠我们自己 能够百分之百能够得着安全吗 我们能够靠我们自己 能够百分之百 能够度过这些自然灾害吗 我们不行 其实我们是微小的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的生命是脆弱的 其实我们想要依靠更有势力 更强大的人 他们也能够值得我们去依靠吗 我们或许会想依靠金钱 需要想依靠这个世界的物质 或许还有的人 想要去依靠这寺庙里面的偶像 通过这种烧香拜佛 其能够帮助我们 找到一种安全感 但我们透过圣经 我们都看到 这些都是靠不住的 事实也证明 这些都是靠不住的 当我们想要去依靠这个世界 依靠偶像的时候 这些都是很愚蠢的做法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需要去依靠上帝 基督徒更是应该去依靠上帝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需要去实时靠着上帝 度过我们生命当中 所遇到的各样的不顺利 神这样应许我们说 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三节这里说 坚心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依靠你 弟兄姊妹 这是神的话 上帝告诉我们说 坚心依赖他的 他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 因为我们仰赖他 依靠他 我们今天有平安吗 我们今天依靠上帝吗 愿神将神的话语 放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记住主的话语 依靠神 过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55节的内容 在这里圣经说 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 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看到前面的故事 所记载的亚比米勒 统治以色列 也统治世界 这样三年的时间 在这三年的时间当中 他做了很多的恶事 以色列百姓仍然跟随亚比米勒 跟随他一起犯罪 一起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上帝给了他三年的时间 希望他能够悔改 能够重新正直的生活 但他没有这样做 最后造成的结局是可悲的 是可怜的 不过我们通过这里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以色列百姓曾经非常忠心于亚比米勒 包括世间人也非常忠心于亚比米勒 但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什么 当亚比米勒死了以后 以色列人就散了 他们就各回各的地方去了 这什么意思 亚比米勒死后 百姓就散了 这告诉我们什么 邪恶永远不会产生永恒的凝聚力 假的东西永远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团结 真正的凝聚 以真理相对的势力 总有一天会土崩瓦解 当我们看人类的历史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 巴比伦帝国 当尼布甲尼萨的儿子不停的行恶 不停的做坏事的时候 这一切都过去了 巴比伦帝国最终被波斯帝国所取代 波斯帝国最终也被希腊帝国所取代 我们可以看到 罗马帝国最终也因为邪恶 也因为做错事情犯罪堕落 最终被取代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邪恶总会过去 但神的国度将永远传存 只有神的国度能够产生真正的凝聚力 只有真理能够产生真正永恒的凝聚力 我们再来看这两千年的历史 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 跟随耶稣的人 他们有没有散去 耶稣受难之后 他们散去了吗 他们有的人的确散去了 不过复活之后的主 我们看到重新将人聚聚在他的面前 我们也看到教会的发展过程当中充满了逼迫患难 但没有一次 没有一天基督徒散去的 教会解散的 这就是真理的力量 真理产生了永恒的凝聚力 世界总有一天会过去 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度都会过去 但教会不会过去 基督教信仰不会过去 这是因为真理 这是因为上帝 同样的道理 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 充斥着各样的异端邪说 也充斥着各样不好的思想 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去相信这些东西 很容易去追逐这些东西 当我们去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种思考 有一种反思 它是真理吗 我们需要去对照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过程 它符合这个历史 教会历史所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吗 异端总会过去 当他们的教主不在了以后 信徒们总会解散 但基督的教会不会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 我们该跟随谁 我们该忠心于谁 我们该在哪里去寻找属于我们的真理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这里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那里去 在以弗所书五章第十七节这里说 要爱惜观音 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 不要做浮屠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清洗的知道 我们要忠心于主 跟随主 紧紧的抓住耶稣 抓住神的话语 不要做糊涂人 要时刻清洗 明白上帝的旨意 明白神对我的心意到底如何 愿神祝福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主要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 可以看到 亚比米勒死了以后 以色列人就散了 他们再也没有了凝聚力 我们知道假的东西 一定不会产生永恒的凝聚力 但只有真理可以 天父让我们忠心于你 忠心于主 跟随于主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而生活 主要我们邀请你 进入到我们的心中 做我们的丸 掌控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以上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